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1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最新版本 秩序 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是在台北基金会 现在我们要请张医师 今天要为我们讲秩序 张医师请您开始 好 那这一本原始点医学 已经改了再改 尤其最近连续改了差不多一年半 连秩序也都有更动 尤其最近的一些突破 比如内热源 还有在涂抹的一些技巧 都跟之前有一些不大一样 那所以写法上就有一些更动 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秩序 自续 生命的过程必须经历生老病死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虽然不能做到不老 不病不死 但通过按钮 但通过按推 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却可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有病可疏愈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无病可抗脑增寿预防疾病 好 这个秩序第一段 也就是原始点医学很明显 它是对一个生命的一个探导过程 那这个生命必须要经历生老病死 即便再好的医学 也不要说原始点任何医学都一样 也不能做到让人家不老不病不死 也就是老病死 都是我们在这个生命过程中 必然会遇到的 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原始点的方法 最主要应用上就是按推 还有热源 跟其他保健方法 其他保健方法指的当然就是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这一类 如果再细讲一点 那个热源部分 还有我们一般用的酱啊的热源 还有饮食的热源种种 都是属于 那通过这些按推热源 还有其他保健方法 我们确实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 那体质原始点认为就是疾病之因 那疾病之因会造成疾病的因素 就是体伤也就是身体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这个会导致一些症状甚至衰老 那热源不足 如果他要维持身体的生命 正常的运作 就一定要有一个动力 那这个动力如果少了 也会影响到 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 所以这个热源也是蛮重要 那你要改变疾病 或是衰老 一定要通过这个体伤 还有热源不足 让他们恢复到正常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 如果有疾病 面对疾病的时候 我们就很 可以很快速的 来把疾病解决 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如果患者已经很危急了 那你用的方法也是很恰当的话 包括患者也配合 刚刚我讲的其他保健方法 那确实是可以转为为安 那如果没有病 你用了这一套 那就更好 因为他会衰老 也是因为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当你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其实就可以延缓衰老 那延缓衰老就寿命也可以增长 那体伤解决了 也可以预防疾病 所以这很明显的 原始点在探讨生命过程中 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 而我们想达到的也是这样 好那这是第一段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回顾2016年到2017年间 此书仍处于逐步完成阶段 但对理论的研发却停滞不前 对热源的改良也乏善可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在2017年末至2018年初 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分析 因而对心脏骤停的急救诊疗方法 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此急在治疗上 若无法分辨促导之症 是由头部或上背部体伤所致 只要昏迷接先就地 立刻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且力道必须加重一次倒背 直至深层 如此才能快速有效地 解除病症抢救患者 在诊断上确立了心脏骤停之生死 细乎热能之有无 而治疗之难易 则取决于热能之多寡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叙述 好 就是原始点它是从2006年第一版开始 然后就一路修改 那在2016年之前 也有中文的一篇序 也有介绍 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 可以看那一篇 那从2016到2017年之后 这几年 原始点的进展很缓慢 为什么缓慢 因为原始点 从2006年第一版开始 就已经确定了按推 也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 这个部分应该已经接近完善 当然后来又有发现 肩椎部这个需要修改的 那从2006之后按推部分 差不多就一条脊椎七处 也就很少更动了 那热炎部分 比如说常用的红豆袋啦 软贴啦 甚至姜粉 敷身体的 也有所应用 那这样有按推跟热源 在我的看法 好像体伤跟热能不足 都可以改善了 所以不知道还要从哪里下手 能够进一步改善 这是我说这句话的缘由 就是对理论的研发 也是停滞不前 对热源改善也乏善可成 意思就是指这个 那按推那些手法 也基本动作都已经有了 所以就觉得好像再往前进 可能很难再突破 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刻 就是在2017年末 刚好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急救案例 那个倒下去 但却没有救回来 那对这一个急救 我回去把这些前因后果 仔细分析 也把这些为什么救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做一些探讨 那最后慢慢 因为急救的案例其实蛮多的 成功案例也蛮多 当然成功的也有 失败的也有 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就必须要进一步来分析 那最后也确定了 原来心脏骤停 在西医如果测不到心脏再跳动 或呼吸停止了 在西医认为 这个叫做死亡 但原始点 在这个急救方面 却发现了很多心脏骤停的人 也被西医宣判死亡的人 甚至送到殡仪馆 那之后呢 竟然又活过来的 这个也理见不鲜 所以这个就让我确定了一件事 心脏停止不代表死亡 要不然如果是代表死亡 那你死的人怎么可能救回来 不可能嘛 死是不能复生的嘛 这才是真理嘛 那如果能够复生 能够还活过来 那就像我们烧纸的时候 纸已经燃成灰了 但火还未灭啊 火种还未灭 你再把新的纸丢进去 它可以再燃烧起来 为什么 它那个热还在 那这一点原始点 确实是认为 那生死应该就是以这个热为主 热仁是维持生命的最主要因素 而非这些看似没有呼吸啊 心脏停止的 这是一个现象 但往更深沉的 看不到的那个热仁 才是最主因 就是有了这一个深沉的体悟 我们来看下一段 那就可以解释到很多 为什么死人复生 因为它虽然死了 但热仁还在 它还是可以推动着 那但是如果体伤 真的完全停止了 那你热慢慢也不能再制造了 久而久之 真的就会挂掉 一段时间很可能就回不来了 那所以在这一段时间的急救 就特别显得重要 第一个要把体伤先解决 体伤也就是 这些运作失调的地方 先把它按开来 那按开来 身体能够正常运作 那动人就能够恢复 有了这样的体悟之后 原始点在变生死上 就很清楚了一件事 就是生死一定是看热仁 细乎热仁之有无 而非有无呼吸 或量得到心脏跳动否 这个都不是正确的 那在诊断上 诊断生死就没有问题 那在治疗上 其实有热仁 竟然热仁在 那一般是不会死的 那会死就是 组织器官运作停止太久 那这个也有可能造成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先把体伤解决 那体伤的解决方式呢 一定要先按推 上背部原始点 那为什么会先按推 上背部原始点呢 照理人倒下去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心脏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头部 头部的问题 也可能让你突然间就倒下去 就只有这两个原因 我探讨这么久 没有其他了 好 那问题就是 你在急救的这一刻 你一定要认识喔 头部如果有出现问题 他不会立刻死亡 他不会立刻死亡 但心脏骤停 确实在短短时间 他没有运作 甚至有些人 脸色就 变成蜡黄 苍白 发青 甚至发黑 如果有这些现象 都代表他已经很难救回来 就是在救治上会比较困难 好 那有了这一层认识 所以我们在急救上 第一个既然 头部不会立刻死人 那会死人的是在心脏部分 所以我们 第一个一定要按推 上背部原始点 那按推原始点 还要注意的就是 它体伤位置 有时候有深有浅 体伤位置 是一个抽象名词 就是运作失调嘛 那在原始点的应用上 具体来讲 体伤就是压痛点 那你要找到压痛点 因为患者昏迷了 他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这时候 我们知道体伤有深跟有浅 那所谓我们用的力道 就必须要怎么样 加重 所谓加重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理解 不是用手的力量 然后大力满力的往下压 不是这样 而是要善用身体 然后把工具带下去 然后这样很柔和的 又能够柔到很深层的 然后一次到位 不要分有浅入深 由轻而重 倒也不必 就用身体 把整个工具 然后完全带进去 然后带到深层 然后快速揉开 那如果他有体伤 就在瞬间 很可能就救回来了 所以这个急救方面 急救一定要把握时间 这是一个重点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所以这里的判断就是 有没有生死 细乎热能之有无 那治疗的难易呢 还是跟热能有关 如果你即便体伤解开了 快没有热能了 注意啊患者很可能怎么样 再一次心脏骤停 这样的案例我也看过好几个 就是有些人在那个飞机上 然后就停止了 心脏骤停了 有人帮他压一压 或是种种 他又恢复了 然后好像看似没有问题 再隔一段时间又发作了 然后再来就救不回来 这样的案例我也看过 听过蛮多的 那代表什么 为什么救起来 还会再来呢 那这个就是热能 他已经完全没有热能 在支撑着他身体的运作 这时候救起来 所以还要注意的就是 怎么样赶快温敷 让他充分休息 这个变得非常重要 而不是喝凉开水 或是冰凉的东西 那反而会加重 这些都是要注意 也不宜过度劳累 让他再复发 好 这就是急救的部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出急救外 其余章节 因看不出有何缺失 一度觉得此书写作已到终点 直到2018年 从一次失败案例中 通过反复思维 最后总算找到问题所在 及解决方法 并总结出 外内热源必须深入体内 才能快速改善热能不足 修复体伤 这是姜粉 姜粉泥 姜汤的应用 有了很大的突破 例如将其作为内热源 可经由灌肠 敷衍 或喷鼻腔 口腔 阴道等方式 使热源深入体内 直接温暖器官 以强化其运作功能 帮助修复体伤 解除局部症状 将姜粉泥作为外热源 大面积用于他处或患处 并善用身体工具 透过涂抹技巧 既可帮助解除体伤 又可使热源深入体内 经吸收转化成热能 以强化体力及组织器官 运作功能 如此治疗 不仅可快速解除症状 还可使重症患者转微为安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也是一个 原始点的转折点 这一个转折点就在2018年出现 就是在治疗患者的案例中 明明体伤热能不足都已经确定了 但怎么按推还有温敷 红豆袋 就是热也进不去 然后患者解决从他处下手 也没有用 所以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当然也没有救回来 很痛苦啊 那就在想 之前不就是一条脊椎七处吗 按推大开关也都有做啦 那热源也有啦 失败在哪里 最后才发现 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 生死细乎热能之有无 这句话 再来应用就很明显了 为什么会救不起来 第一个热能一定有问题 那热源表示我们之前 一些红豆袋啊 软贴啊 都不能 甚至远红外线的照射啊 都不能让热源深入到体内 转化成热能 然后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所以这个热源 我认为一定要先来改善 所以最后总结出 外内热源都必须要深入体内 才能够快速改善热能不足 要不然对于这些危机病患来讲 是很难修复体伤的 那这样就从2018年开始 先展开了那个姜粉 姜粉泥姜汤的应用 这些都有很大的突破 比如以前我们一般内热源 就以为就是口服 口服 但口服有一些比较局部的 比如说眼睛疾病啊 鼻子啊 甚至腹部有一些疾病 那是不是可以把热源带进去 所以之后就有一些研发了 比如灌肠 敷衍 喷鼻 甚至在有些人咽喉痛就喷口腔啊 甚至阴部的地方 也可以类似这样处理 那这些目的都是怎么样 让我们的热源 能够达到我们要的地方 而且能够深入体内 直接温暖器官 那温暖了之后有什么作用呢 身体只要有温暖 它就可以有一个怎么样 带动我们身体的运作 来强化这些功能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修复体伤 那来解决局部的症状 特别强调是局部 为什么 因为眼睛你喷眼或敷衍 它也是局部啊 那鼻子也是啊 咽喉你从口腔喷进去 也是这样意思 那这些都属局部 但对于生死部分 也就是你要把一个 很危急的病患救起来 这些局部我认为 还不足以影响到生命 反而真正的 能影响生命 是外热炎的浆粉泥 因为它可以怎么样 大面积用在患者的他处或患处 所有的体伤不外就是他处跟患处 那它大面积就是 不只在体伤的位置 甚至在体伤附近的地方 包括他处患处 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这里下面讲的就是 还要善用身体工具 身体工具指的有几部分 第一个 比如说身体的姿势 这也是身体的工具一部分 然后还有善用身体的工具 就是我们手的工具 身体的手的工具有分手肘 还有顽骨 还有掌 还有拳头 还有指节 指腹 这些都是工具 那这些工具 要看部位 一定要懂得善用 比如说我们在涂抹 透过涂抹技巧的时候 就可以解除体伤 但问题 如果我们在涂抹的时候 它的体伤位置是深层的 那你这个技巧 怎么来帮助解除体伤 那这个也是要善用 我们身体的工具 也就是你的站姿 跟你的工具 有没有人搭配 比如我们现在涂抹 最常用的就是 用整个掌 掌还有指头 整个贴着皮肤 稍微往下按往前推 这样来做涂抹 但如果它的体伤位置 是很深层的 你用这样的工具 是不是够 不一定 比如说像腹部 有一些它痛点就在很深层 你用手掌这样往下按 往前推 有时候按不到那个体伤位置 也就按不到压痛点 那这时候就要善用工具 比如用什么 你就要用身体 把整个工具往下 往下带 然后这样就可以到深层 如果还不够 甚至我们还可以用手肘 可以揉得更深层 那记得工具 它本身 不是要用力的地方 也就有很多人 在用工具 好像都 比如用手就好 都会一直想用手的力量 其实不是的 是身体把工具 往下带 然后很轻松的往下带 那工具是不实力的 它就是随着身体往下沉 然后工具自然就可以达到 由浅入深 那这样再来推 就可以解除体伤了 所以涂抹技巧 其实已经隐含着按推的技巧 那既然涂抹跟按推 它只是写法不一样 其实都是属于手法的一部分 记住啊 这是手法的一部分 手法当然能解除体伤 它手中两个 第一个手中位置嘛 你第一个一定要把握 你到底体伤位置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技巧 那涂抹的技巧跟按推的技巧 其实是雷同的 只是它有时候涂抹大部分 还配合着姜粉泥在应用 所以稍微有一点变化 如此而已 那这样就可以解除体伤 而且还可以把我们在涂的热源 藉由涂抹技巧 把多推来回几次之后 那个热可以浸透到里面去啊 所以患者有时候涂完一变之后 他甚至就会感觉 皮肤甚至从里程 都会有热热的 那热可以渗透进去 那再经由身体把它转化为热能 就变成可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来强化我们的体力 也就是让它体力恢复啦 然后让组织器官运作功能 进一步强化 那这样就可以很快速的解除体伤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如此治疗 你看我在写外热源这一部分姜粉泥 特别提出如此治疗 既可快速解除症状 还可以使怎么样 重症患者转为为安 但内热源我就不这么写了 你如果再对照前面内热源 我不会这样写 喷鼻或是敷衍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不会啊 那只是改善局部的热能啊 但外热源的姜粉泥 它可以大面积 当一个人很危急 体力已经很弱的时候 它可以大面积的 然后再借助 涂抹的技巧 既可以解除体伤 又可以使热源渗透进去 所以反而这个才是我们急救的 最佳的方式 所以简单的讲 原始点发展到这里来 如果说今年这一年来 一直在改变 就是要把那种感觉写出来 到底热源 什么是在急救方面最有效的 其实就是姜粉泥 那姜粉泥既可以内服喔 可以内用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外用 大面积的涂抹 简单的讲它内服的时候 是可以取代姜汤的 因为姜汤要熬煮啊 时间起码都要两个小时 太浪费时间 也浪费一些人员 不罚算 反而最有效力的 反而是姜粉泥 因为制作简单嘛 当然原始点强调 这些姜粉的应用 姜的应用必须要有机啦 尤其对一些重症患者 更有保障 那所以内热源跟外热源 如果再进一步来分析 真正能使患者转为为安的 反而是外热源姜粉泥 所以现在在姜粉泥的应用 以原始点来看 现在反而是普遍了 而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在2024年 我们年初到香港 去做一些就是培训 还有演讲 最主要就是在教各位怎么样 涂抹姜粉泥 涂抹怎么背部怎么涂抹 然后腹部怎么涂抹 甚至到后来脸部的涂抹 这些影片 我想各位也陆陆续续都有看到 而这些都非常重要 那简单的讲 好 再来归纳 从热源归纳到涂抹技巧的重要 也有一点带动按推的技巧 也就是按推的技巧 它已经不限于早期的2018年 比较强调的他处体伤的按推 从2018年以后 就慢慢开始往患处 患处找痛点了 那到了 我说的到 经过2018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 是一个很重大的漫长的 演进化还有突破 那患处现在体伤也慢慢 已经都知道怎么应用了 而且手法也有教各位 怎么在患处 譬如说涂抹姜粉泥这些技巧 就大部分很多都是在患处 比如腹部 腹部根本跟那个 他处无关啊 对不对 但是涂抹姜粉泥在腹部 也变得很重要 脸部何尝不是这样 我们脸部的大开关是耳后啊 但是你涂脸部的时候 脸部患处的体伤 那就是患处嘛 所以这几年反而在按推 或是涂抹的技巧应用在患处体伤上 反而更加纯熟了 简单讲就是从2018到2024年 这一段的进展 除了热源把它完全摸清楚之后 再来就是手法也把它定位了 手法已经可以把他处怎么解决 然后患处怎么应用 都已经把它摸透 这样原始点就可以把很多 危急重病患者解救回来 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很多乳癌 乳癌患者他胸部 他也是患处啊 那这个乳癌部分 你如果手法不行 也是按不出来的 那你手法如果用以前的手法 比如手肘的按推啊 那个不适用啊 然后以前的指腹或前头法 好像似乎要应用到 好像要有一些改良 所以我们在乳癌患者的按推方法 其实也做了一些 比如你们如果有看 按推也需要重手法 比如站的姿势啊 然后手应该怎么按 然后乳癌有分大跟小 大的应该手怎么握 怎么按 那小的又应该怎么来推 这些都是经验啊 所以这些我都是觉得 学习者一定要看影片 然后看影片 然后再把以前所学的 在他处的按推方法 再如何应用到换出来 这样我们的手法才是完整的 所以连手法这几年也有一些 就是改变跟改良 这个都值得大家来学习 那也就是原始点发展到 2024年来 已经几乎把热源跟按推 已经推到极致了 比如说内热源 我们现在也不讲那么多 喝姜汤现在这些都试过了 那么多年来 现在反而最推荐的是姜粉泥 那外热源也有眼红外线啊 红豆袋啊 软贴啊 还有姜 那姜的应用又有分姜粉 姜粉泥的外用 但实际上真正在临床应用的 反而姜粉泥最多 所以你看内服也是姜粉泥 外用也是姜粉泥 那原始点越用越来越精致了 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学习原始点 都还是停留在过去的经验 甚至在外用还有人用姜膏 其实这个还有人用什么 姜粉那个沉淀物 姜素我们称为姜素 其实这些都是过去式的 早就不用了 所以我也希望学习者 能够与时俱进 然后尽量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好 那我们这一段 就稍微介绍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在提升疗效之余 为了使此书的理论与临床相一致 每一章节皆经反复推敲归纳 勿求条理分明 符合事迹操作 使读者一学易用 其间整个内容参照初步构建的 原始点医学蓝图来编排 而更改幅度之大 不仅将前面的手法 全部移到理论后的应用品 还将谈缘调到医疗与保健之后 改名为影响身体之源 同时也将疾病处理图重新绘制 放在理论的首页 改名为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且由于调音经仔细推敲 发现其内容不仅着重于治疗 也涉及了诊断 因此才会将其与变因合并为医 并改名为诊断与治疗 以达到明始相符影响所及 也将陆果改名为疾病与衰老 至于辩疾病体伤位置的本处 与患处意思相同 为了简化 故将书中沿用已久的本处 全改为患处 并将患处痛点定义为小开关 而有别于大开关的原始痛点 值得一提的是 手法篇沿用十几年的 剑锥部原始点 直到2023年才有上臀部原始点所取代 这对解决靠骨上炎以下的病症 无疑是个重大发现 通过如此剧烈的修改与调整 随使原始点医学体系得以更趋满善 好 这一段写的很多 看起来也好像很复杂 但简单的讲 这里写的就是从2017年以后 然后到2021年 我们那时候年末还出了一本书 完整版 那这一本书所有的调整 就是为这个而写的 所以你们再看那个 2021年这一个年末的出来的书 再来对照以前 你们就可以看出 原来这里的调整这么多 这里我就不再详述了 然后再来就是2023年 比较值得一提的 就是一条脊椎七处部分 在那个间椎部 就是发现有问题 然后那时候由美国 旧金山他们提出来 那提出来 就是真正应该要在 咖骨上沿 按推到侧面去 然后这样就可以 把臀部的部分解决 那这个也算是一个重大发现 那这样原始点的一条脊椎七处 才算真正的完善 这里你们对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尤其接着从2021年到之后 我停了一年都没有修改 然后在沉淀之后 从去年二月开始修改 一路修改到 刚刚那个整理的最后一次修改 是在出来是7月2号 今天7月3号 就是昨天 那出来 我觉得大致已经都改完了 就是那这从2021到2024年 这一段时间 其实改的部分 就着重在上一段讲的 就是热源的使用 还有按推涂抹技巧 那如何从他处体伤 然后再重视到患处体伤的 按推技巧上面 然后热源从很多种 然后最后挑选到姜 然后姜才能直接接触皮肤 然后透过涂抹的技巧 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那把其他的热源 就变成辅助作用 也就是你可以涂抹姜粉泥之后 再来用红豆袋再温敷 这个都可以 但已经算是辅助的部位了 辅助的工具了 已经不再像以前 好像什么都以红豆袋 或是怎么样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 反而取代的是之后的 大部分都用姜粉泥 那按推 还有现在要教各位的 涂抹的技巧 都是从2021到2024 那这一部分的修改 就是书本上因为很多的理解 跟以前也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的书就是因为 每一个阶段的理解不一样 然后每一次有一些新的感受 常常都是重新写的 甚至之前每一段都写得很辛苦 但因为理解不一样 写法又不一样 所以常常又重新再写 这样也常见 然后有时候为了几个字啊 反复推敲如何符合实际情形 都用了很多的时间 都用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一年半以来 几乎书的内容 常常在我心目中 不断的盘旋着 然后动不动就看哪里 有需要修的就修 那这样你看 已从二月 真的是完整整的一年半了 到昨天 我认为改出来之后 我已经又看过一两遍了 看过了 整个现在内心是很通畅的 觉得好像该改的部分 已经差不多都改到了 那整个原始点的 包括整个理论还有架构 几乎已经都在我内心里面 即便没有 有时候没有看字啦 大概都知道 这一段的重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 应该是指的 就是2017年到2021年之后的一些写法 然后从2021年之后 到我们昨天改出来的 这一部分反而是在前面 那把内外热源 内热源我认为没有外热源重要 真正救治危急重病的话 反而以姜粉泥为外热源 然后大量大面积涂抹配合按推 反而可以救得起来 这里反而是这几年来的应用 然后刚刚也补充了 就是在一条脊椎七处 就是臀部的方面也把它完善 所以整个这几段 其实已经把我们原始点 这几年的整个发展 已经都介绍清楚了 好所以整个内容 大家可以在比对之前 以前出的书 你们一比对大概就知道 我今天讲的 原来是有这样的思绪 这样一如贯穿下来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 有健康的身体 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 而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 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所以与其教导民众健康 要靠打针、吃药、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换言之 在日常生活中 只需善用医疗保健支援 如正确使用按推及热源 适当运动、充分休息、良好心态等 并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如生气、压力、劳累、含良性药食等 即可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 无病则可抗老增寿、预防疾病 这种崇尚自然 非侵入性、非药物的保健医疗方法 毫无意义是对人类医学发展的 重新思考与大胆探索 以其医学能由博反约、化繁为简地 走出医院、进入家庭、落实于生活中 好 这一段把它这样再做结束 其实指的就是后面所讲 就是我们生命要活的有品质啊 这个身体一定要健康的 如果身体不健康 你活的每一天都是痛苦 那如何得到健康 就变成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 那很明显健康来自于体力 我们刚刚有讲 你会造成疾病或衰老 一定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热能不足一定会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所以你健康不坏 就是从这两个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那体力简单进一步分析就是动热能 热能能够推动组织器官 那反应在外的就是体力 那体力运转不顺畅就变成体伤了 那这个就要配合按推了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说 我们健康一定先要有体力 那这个体力是来自于哪里呢 体力当然是来自于你本身的锻炼啦 还有简单的生活不是很复杂的 所以你只要有良好的习惯 你自然容易得到健康 如果你的习惯很不好 那自然你的身体败坏的速度 就比别人快 所以你健不健康最重要 反而是民众的观念习惯所导致的 这个比生病了之后去追求打针吃药手术 更加重要 所以应该在还没有生病 就要教导这些观念 那如果能够教导民众在生活中 如何得到健康 那应该是最省钱最年价的 因为我们知道 每次去医院挂个号 浪费很多时间 甚至到重病 有时候也花了不少钱 还未必能够得到健康 那这个都很麻烦 所以平常你在生活中 如果能够注意这些细节 你其实是很容易得到的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所以原始点是比较强调 追溯到源头 从民众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因为你自己身体生病了 怎么能够一直往外求呢 应该先改善自己的观念 还有锻炼自己的身体才对啊 我常常跟患者讲 你自己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不要生病了 就老是找我 或是找医院医师 那些没有用的 因为你习惯不改 即便今天好了 明天又如何呢 所以我说 如果你有种 可以把身体搞成这个模样 那你就应该有这种魄力 把它再把它调回来啊 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教导各位 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 好 那我们怎么来落实呢 我们看下一段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一定要善用医疗保健之炎 炎就是方法啦 你一定要善用这个医疗 医疗就是治疗 保健也是治疗的一种 但保健原始点比较强调的是一些 热源的应用 比如你饮食 就不能吃寒凉啊 然后要懂得 如果生病了 还要懂得用姜粉泥涂抹啊 甚至喝姜粉泥之类 那医疗 在我们看法就是按推 所以这里说医疗保健之炎 我们下面写的就是在指这个 正确使用按推 所以按推就是属医疗 那至于热源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我们都把它归为保健之炎 那你只要懂得这些 还有良好心态啊 正确观念啊 这些如果能够把握住 你其实你的健康已经 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但这样还不够 还要懂得怎么样 好的要保留 但坏的也要怎么样 把它避开啊 那我们如何来避开 这里你自己情绪要控制 也就是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啊 压力啊 甚至有时候为了工作太过劳累 那饮食寒凉 或是现在像一些病毒的感染 那人家在传染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远离很多人群 尽量避开这个被传染的激励 这些都是避开相生致病之炎 那这样你看 如果你能够避开这些二炎 那你自然得疾病的激励就比较少 那如果万一还是得到了 那你用医疗保健之炎来解决 也可以达到有病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疾病调整好 那如果没有病 你这样继续应用 那也可以延缓我们衰老 还可以增长我们的寿命 甚至你要能够了解 体伤的位置在哪里 因为原始点它的按推还包括有诊断在 所以你如果怕 譬如说老人痴呆啊 脑中风啊 那你就头部体 头部按按看有没有体伤 他处跟患处都要按喔 那把痛点找出来 再把它解决 那如果怕心脏骤停 很简单嘛 上背部按一按 把痛点解决 那因去掉了 当然果就不会生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肚绝疾病 让它再复发的激励 好 所以原始点简单讲 就可以达到抗老征受 它已经跟我们的医学 只有解决疾病不一样了 它的目标甚至我们说的老病死 它都管 因为老跟病都是体伤热能不足嘛 所以你一解决 这两个也可以解决 好 那也可以延长生命 好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 这些你看看有没有侵入性 有没有用药 通通没有 那这些在生活中 是不是都可以找得到 全部都在生活中可以找得到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也没有说生病了要去找 秘方或是高贵药材 也没有 这些都很平常 这些都很自然 在自然界 自然中就可以找得到 然后也不强调奇特的 所以这种崇尚自然 非侵入性 非药物 几乎跟我们现有的医学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保健医疗方法 我这里特别提出的毫无疑义 是对人类医学发展的 重新思考以大胆探索 因为之前医学它没有是这样 就是把它完全这样容易的应用出来啊 然后写的理论都很多 不管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理论很多 越学越复杂 所以原始点变得 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得到健康 然后遇到老跟病也可以解决 那这个不就是给 我们的医学发展一个重新思考吗 一定要那么复杂吗 每一年都要研发新的药物吗 然后病毒每一年的不同 都要大量的耗费研发吗 有没有必要 你只要掌握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它带给我们的医学 是一个重新思考 以前这样走会不会走到死无童 会不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所有的开销会 包括研发会或病人的开销 都会越来越大 甚至还带有污染环境的弊端在 这些对我们的医学发展 确实是一个重新把它定位 然后这样的发展也符合人性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大胆探索 为什么 因为不用手术刀 不用药物中医也达不到 中医还是要用中药 西医还是要用西药 那中医还是有侵入性的针刺 西医还是有手术刀 那所以这些破坏性的 包括西医还有更多的破坏性治疗 比如化疗这一类的 那原始点反而是崇尚自然 不破坏的符合人性的 那做了这么大的改变 就是也这么多的探索 为的是什么呢 希望以后的医学 能够怎么样 不要越走越繁复了 好像理论越来越多 反而是应该由多走向越来越少 然后掌握出一些大原则 就能解决 然后也能够做到化繁为简 这样如果大家都已经变得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患者生病一定要跑医院呢 自然这样的医学就能够走出医院了 不要一直说 这因为医学门槛太高了 你一定要来医院 我们才能救治你 没有 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他就可以 不会说医学都一定在 发生在医院诊所 他可以进入到家庭 然后我们在生活中 这些习惯如果能改变 其实就是一个医学 简单讲 这样的医学 才是我们所说的 是生活化的 是自然的 好 那这一段秩序 我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秩序就播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 下个礼拜的直播内容是 2024年最新按推手法的注意事项 Italians置焦